长期喝咖啡究竟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喝咖啡的时候千万不要碰它 否则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伤害 甚至疾病加重 可惜呢,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大家好,我是黑医生,关注黑医生,健康华科 这个咖啡口味香醇 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那不管是熬夜加班 还是朋友聚会 其实我们的身旁都少不了这一杯咖啡 那咖啡里面还有咖啡因 咖啡因能够提升醒脑 能够让我们工作效率提高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作用 那除了这一个作用以外 咖啡的健康功效还是有很多的 首先我们一起聊一聊长期喝咖啡 究竟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那这些好处呢,很多都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保护肝脏 根据有关的研究 发现啊,对于患有肝病的人群 平时呢,适量的喝一些咖啡 能够降低5%到10%左右 患者一个慢性肝病的风险率 而且咖啡呢,还能够刺激胆囊的一个收缩 避免这个胆结石的发生 咖啡呢,对肝脏啊,其实是非常好的 有一些研究还发现这个喝咖啡 对于比较低的肝癌的发生率也是有相关性的 那么接下来的作用你可能更加想不到 那么就是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预防癌症 那么咖啡当中还有大量的这种抗氧化物质 它是能够有效的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来去避免这些癌症的出现 那同时呢,还可以抗衰老 还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那么这些咖啡都是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的 而且根据有关的研究表明 适当的喝咖啡是能够降低肝癌 结肠癌的发病率 首先我们看几个研究 那第一个是发表在临床 未肠病学与肝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那这一项研究就发现 每天喝咖啡发生肝癌的风险 降低40% 在2017年发表在营养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是覆盖了210万参与者 那么还有4227名的肝癌的患者 那么通过研究发现 每天多摄入一杯咖啡 肝癌的风险可降低15% 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 发表在癌症流行病学生物标志和预防 这一本杂志上的一个研究报告 就发现这个咖啡 可降低26%的直截肠癌患者的患病风险 好 那刚刚讲的是关于癌症方面的一些作用 预防癌症方面的作用 那么第三个作用就是减肥瘦身 那对于肥胖困扰的人来讲 那这个减肥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每天喝一杯咖啡 因为咖啡中的这些物质 它是可以促进体内脂肪的燃烧 那虽然咖啡的味道有一些苦 但是在消耗体内热量等方面 它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是能坚持下去 相信可以达到这种减肥的效果 咖啡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但是人们对咖啡的了解 其实并不深 比如说咖啡不能和什么东西一起喝呢 喝咖啡的时候不能碰什么东西呢 这一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 那这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是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认真听完我的讲解 相信看到视频的最后 你一定会知道哪些东西是不能跟咖啡一起喝的 喝咖啡的时候不能碰什么东西 好那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香烟 也就是说我们喝咖啡的时候 不要吸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在喝咖啡的时候吸烟 主动脉血管会发生这种暂时性的硬化 如果是长期这样子的话 对我们的这种供血系统 心血管系统会产生破坏 另外咖啡当中的咖啡因 在香烟的米骨丁等物质的作用下 容易让人体的某些组织细胞发生变化 甚至诱发癌症 有研究表明呢 喝咖啡的时候 然后同时吸烟可能会共同增加这个肺癌的风险 那么这个研究就发现 其实吸烟的人当中啊 饮用这种高剂量的咖啡 比如说每天四杯以上的啊 那么肺癌的风险会比不喝咖啡的人的这种吸烟的人啊 会更高 那么这个研究就表明吸烟同时又经常啊 大量的喝咖啡可能会增加了肺癌的风险 而且呢 抽烟啊 它本身其实单独这个抽烟 其实都对我们身体啊 健康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对我们的很多很多脏器都是有一个损害的 所以不建议大家抽烟啊 特别是本身喜欢喝咖啡的人群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尽量就不要抽烟 那么第二个不能碰的是什么 不能一起喝的是什么 酒 那酒里面的酒精跟咖啡里面的咖啡因 都是有这种兴奋的作用 如果同时 那么这个不管是喝葡萄酒啤酒还是什么酒 都会对我们啊 身体啊 产生巨大的刺激 刺激这个血管扩张 加速这个血液循环 会大大的增加这个心脏的负担 然后会引起头痛啊 失眠啊 等等 还有就是心血管的一些问题 心脏的问题都会容易出现 比如说很常见的出现这种啊 心动过速啊 然后诱发这种心脏病的一个出现 都是很常见的 所以呢 喝咖啡的时候呢 不要同时喝酒 如果同时喝 可能会诱发很多心血管疾病 那么第三个 不能一起碰的 一起吃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药物 比如说布洛芬 布洛芬这个止痛药啊 其实是不能跟咖啡一起喝的 因为它会加强这个减热症痛药物 对胃粘膜的刺激 像还有其他一些药物 比如抗橙素啊 那么抗橙素也是很常见的啊 也是不能跟咖啡一起喝 咖啡会影响 这个多种口服抗橙素 在体内的一个吸收跟代谢 从而会降低这个药物的疗效 还有一些 比如说营养补充剂 也是不建议跟咖啡啊 同时食用的 这些营养补充剂 比如说一些补铁的呀 补钙的补鲜的 它如果是同时喝咖啡 可能会降低这些补充剂的啊 吸收 那么如果是我们本身 比如缺钙血症的 这种骨质输出的人 还在要补充该质的同时啊 那这个时候如果还经常大量的 高剂量的喝咖啡的话 那么其实很容易就会导致 营养补充剂癌 不容易被人体吸收 所以呢 刚刚讲的这几种药物 是不能跟咖啡一起吃的啊 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 那么我相信大家刚刚也知道了 不能跟咖啡一起喝一起碰的 究竟有什么东西啊 那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讲一讲 喝咖啡的一些禁忌 那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 不建议喝咖啡 因为清晨起床之后 身体会分泌很多保持头脑清醒的一些 那荷尔蒙 那皮质醇等等 那如果是这个时候 我们来喝咖啡啊 就会让我们身体啊 保持这种兴奋 容易引起这种头痛啊 心慌啊等等这些情况 那特别是空腹的时候 喝咖啡 那么就会刺激我们的这种 食道粘膜啊 胃粘膜啊 会引起这种胃酸的导流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 患有严重高血压的人群 如果是长期或者大量的饮用咖啡 那这个严重高血压的人群啊 它血压会更难控制 那么第三个就是有消化到溃疡的人群啊 也是要尽量就是少喝 甚至不喝咖啡 咖啡会对这个胃粘膜产生刺激啊 然后产生大量的这种胃酸 对胃粘膜进一步的刺激 所以呢喝咖啡的 如果是啊 会引起比如说胃部不舒服的 或者本身有胃溃疡的 那么这些人群就尽量少喝 甚至不喝 好那第四个就是老年妇女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啊 会存在这种骨质疏松比较严重的 那么这种人群也是尽量要少吃的 有研究表明如果是在六小时内 摄入八百毫克左右的这个高激量的咖啡因的话 会让这个尿液当中了流失这个钙量会增加一倍 那么这一个就可能会跟骨质疏松的风险增加会有关啊 这是一个相关的一些研究 当然呢也很多学者认为正常喝咖啡是不会导致钙流失的啊 这个何医生也赞同但是呢如果是本身有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的人群那么就不要大量的喝这个咖啡 大量的喝咖啡对这个钙的流失也还是会啊有一定的影响 那这样子本身有严重啊这个骨质疏松的人那么就会让他这个钙的一个流失 甚至说我们钙的一个吸收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不要喝太多一般一天一杯啊就可以了 那么第五个就是失眠的人群也是要注意的 那失眠很多时候他如果是喝咖啡 特别是下午或者晚上的话会增加这种啊夜间清醒啊 醒来的一个次数让这个睡眠啊会深度会变浅 所以呢如果是有失眠的人群 那么建议大家就还是啊要少喝甚至不喝咖啡 这一点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那么咖啡呢啊有非常多的好处 最简单的常见的提升洗脑还有刚刚讲的那对肝脏啊 对预防癌症啊啊等等其实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啊帮助的 那同时呢有一些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咖啡不能跟什么东西一起喝一起碰啊 哪些人去喝咖啡一定要注意 那么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视频都有所了解 那么希望呢也大家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啊 让大家啊 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咖啡的一个好处跟他的一个禁忌 好的关注黑商健康华科我们下期再见